近日一组baby的秋冬街拍曝光,baby白T外达军绿飞行护夹克,脚灯短靴,显得随意又轻松,既时髦又保暖,网友纷纷留言,难道这就是今年冬天的爆款吗? 前段时间杨颖出演《欲望之城》,弃走老戏骨陈道明,新主吴秀波也准备刺眼的新闻充实着整个网络,可结果打脸的那些以格传格的小编们。 前几天《欲望之城》在上海正式举行了开机仪式,吴秀波,baby,任重共同亮相仪式现场,全程有说有笑,似乎关系相当不错。 这下杨颖的粉丝总算扬眉吐气了,谁说吴秀波辞演了,谁说杨颖的演技不好了,其实网上传言,陈道明辞演纯属无稽之谈,《欲望之城》官宣,陈道明将以特别演出的身份出现在《欲望之城》里,杨颖这次将与两位大咖接脸杂戏,这时又有网友跳出来调侃, 因为有黄晓明在后面给baby撑腰,所以陈道明是在向资本低头。 小宝想说,他俩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,也许陈道明是因为其他原因参演了一个角色,而特别出演,既破除了谣言,又不会让其他剧组人员难堪。 网友还爆料,吴秀波在娱乐圈没有背景,底子薄,此眼的话恐怕会被封杀,所以才会委屈求全。 吴秀波挥泪身不由己,疑似回应对现实的无奈,其实这也是无稽之谈。 在发布会现场,吴秀波还表达了对剧本的期待和对角色的创作欲望,最不难看出其实这是一场赤裸裸的炒作罢了。